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茶壶电影 一部好电影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无论是剧情还是演技 都能让人深入电影 并且还有施展的空间 显然,电影心战并没有做到 打着悬疑的幌子 却演着略微荒唐的情节 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 并没有以十分苛刻的眼光去审视这部影片 虽然,影片中充满着对心理极为细腻的描写 但是,由于过多在心理描写上的轻注 使得整部影片一度陷入混乱 从影片的剪辑到旁白的设置 都让人感觉很突兀 有种花锋一转让人无法适从的感觉 尤其是影片结尾处设置的情节一转 本以为是画龙点睛之笔 却没有想到如此尴尬 不过,影片心战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剧本还是很棒的 以我杀了人作为故事的开端 像一个讲故事的一样 讲出了自己为何杀人 也就是杀人目的 如何杀死人 也就是杀人的手段 大段的旁白穿插整个影片中 虽然能够给观影者很多思路 但是却也剥夺了观影者独立思考的权利 男主也要解放他人的变态杀人想法 制造了一系列的凶杀案 而让他萌生杀害 那些有自杀想法 其实才是真正的凶手 男主只不过成为幕后真凶的一把枪 直到影片结束 男主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 任道华轻松自如地演绎了这样一个角色 或许是有史以来 自我感觉最无辜的杀人凶手 他可能最后才意识到 以解救他人的理由 剥夺他人生活的权利 同样是穷凶极恶的 而幕后真凶才是玩心理战的高手 很多人表示 这部电影除了名字感觉和心理战沾点边之外 其他完全没有涉及心理学的范畴 本以为会出现很多犯罪心理学家 对犯罪凶手的心理描写 然而并没有 导演一味的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 为了讲清楚整个故事 又故意的设置了旁白 但是这显然没有什么卵用 讲故事的过程中 并没有实现和观影者的互动与沟通 电影不去揣测观众的心理 而观众也因为过多的旁白牵引 让观众丧失了很多想象和揣色的乐趣 这显然是电影的一大失败之处 一部好的电影 剧本固然重要 但是如何设置 让整个故事充满故事性 也是尤为重要 如何牵动着观众的心 才是悬疑影片所需要揣摩的 可是这部影片会在坦白 开篇就直截了当的 开始讲述凶杀案很细节的东西 但是也失败于此 过于直白 毕竟不能挽回故事性 虽然影片一直以悬疑片自许 但是相对于悬疑片 毕竟以一个画面 略为血腥的文艺片 是更为恰当的 毕竟整个影片从虚实手法 一直画面都透露着文艺的气息 另外很多不错的演员 都在这部影片中被埋没了 其实完全可以挑起大量 最后却成了影片中 可有可无的打香油的角色 没有充分展示深厚的演技 本期长期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击关注收藏哦